要怎麼把它抓下來 第一個請各位注意一下 先切到我們的Excel裡面 然後剛剛彩排過了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動手 錄字句齊了 錄字句齊流程反正都一樣 我建議一定要彩排 而且動作要先 如果你不記得最好是把它寫下來 第一個動作 1 2 3 4 5 6 7 8 開始錄 不然的話有時候你可能多一個動作 少一個動作你就NG了 所以一樣 1 開發人員 2 錄字句齊 名稱給一個什麼呢 比如說給一個名稱叫大樂透下載之類的 大樂透下載 輸入名稱之後按一個確定 按確定之後就開始錄字了 就等同你 開始CAMERA一樣錄下來 所以所有動作都盡量不要做錯 你不要卡住啊 下一個動作做什麼 做錯了就不行了 按確定 1 1做什麼 資料從WEB 有沒有 2的話呢 把剛才的網址貼上 OK 貼上喔 我這邊是從Page 1開始 到 那這邊 這個動作都不會錄下來 因為它其實只是把這個網頁的資料呢 引用一個叫 Query Table 的一個物件 然後呢再來3的話就是把這個打勾 然後呢 匯入到哪裡呢 匯入到A1的儲存格 按個確定 好 做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把它停止掉 開發人員停止錄製了 OK 好 錄下來 那錄下來的東西在哪裡呢 在聚集裡面的大樂透下載 按下編輯 OK 那編輯之後的話呢 我把它放大了 其實它會建一個模組 自動鍵的 自動插入一個SUB 有沒有 其實就是跟我們之前寫的VBA流程一模一樣 那姿態小 工具裡面的選項 拽寫風格 把它改成12差不多 按確定 因為很多同學好像那個 都姿態小啦 所以盡量還是調整一下 好 那這個上面的註解 我習慣先把它拿掉 基本上 好 那接下來要改哪些地方 各位有沒有看到 它基本上會有個VS 會有個END的VS 那後面的東西叫什麼呢 叫做ACTIVE SHIT 這個指的是目前 SHIT指的是工作表 ACTIVE是目前活動的 意思是說我現在 游標放的那個工作表的意思 然後呢 後面有一個物件叫QUERY QUERY是查詢 TABLES TABLES就很多表格 那意思就是說 它幫我去找一下 哪一個表格 那那個表格呢 其實你會發現 對應到的就是 底下有一個引述 叫做什麼呢 WEB TABLE 5 意思就是 它會幫你把這個表格裡面的 第五個 這個網頁裡面 第五個表格幫你下載 你想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第五個 其實呢 當然啦 這些你不知道沒有關係啦 因為你們可能是入門的 但是如果你將來希望 成為一個進階 網路爬蟲高手的話 你可能需要知道幾件事 第一 請你在這個網頁 按F12 F12是什麼呢 就是切換 有沒有 F12按一下就開 就是把這個網頁背後的程式給叫出來 OK 所以以後 如果你假如說 你要成為一個進階的爬蟲高 就是網路爬蟲高 你第一個要先了解 它背後的語言叫什麼 HTML 有沒有 應該以前寫網頁的話 應該都會先知道這個HTML 那HTML的結構 一定是標籤 所有的標籤 就是外面會有HTML開始 然後頭在這裡 Body Table 有沒有 然後每一個每一個標籤呢 一定有個開頭 那一定會有個結束 這個叫標籤 那第二個的話 可能有一些CSS排版 不過你們剛開始不用知道那麼多 先知道Table有幾個就好了 那我怎麼知道Table有幾個 其實你可以怎麼樣 在這邊按Ctrl F Ctrl F就尋找有沒有 尋找這邊不是會有一個尋找列 你打一個Table 它會跳出什麼呢 總共有12個Table 目前現在是在第一個 所以如果我向下掃有沒有 你會發現喔 請各位觀察一下有沒有 這個是第一個Table 有沒有看到 這個第二個Table 那它會用什麼方式顯示呢 它會在這邊有沒有 幫你把那個Table啊 其實表格就排版用 它基本上 這個網頁裡面的版型 都是藉由Table 表格幫你排版 也就是說你會發現 那我怎麼知道是第五個 你會發現喔 第三個是整個 第四個是上面 第五個呢 有沒有發現 這就第五個了 其實當然你也可以 不用知道這麼多啦 反正你用那個從Web 只是說 因為有些同學可能是懂非懂 但是又不知道為什麼 常常問說老師為什麼Web Table是5 我現在告訴你 那這個東西 其實當然你如果要徹底了解的話 其實才有辦法把那個 你將來要抓什麼資料 就可以很容易抓到 背後的原因就在這裡 所以F12喔 如果你希望知道的話 F12 那裡面的話 你可以藉由Ctrl F 去尋找什麼 尋找你要的標籤 那把你要的標籤 給標籤裡面的東西抓出來 抓到那個Excel 就完成爬蟲 有點像網路爬蟲的這個動作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大概說明一下Web 那我們錄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要先做什麼事啊 其實這個動作呢 基本上最重要的部分有幾個 UIL 分號後面這個東西 關鍵就在這裡 有沒有發現 其實呢我們剛剛貼上的 就是把程式怎麼樣 把那個網址貼到這些 其實我只要怎麼樣呢 變動什麼呢 Index Page等於1 目前是1 所以我可以怎麼做呢 在上面 Enter兩下好了 Tab 4i 我就增加一個4回圈 4i等於1到50 有沒有 然後Enter兩下打個Next 這前面都有講過吧 那我用i去代替什麼呢 這個1 那可是你這個變數放進去 它是一個字串嘛 所以前面講過啦 雙一號雙一號 移到中間 End End 再放一個i 不就好了 所以第一個喔 上面先做一個回圈 那請你把Vis 到End Vis 這一段有沒有 把它搬到哪裡呢 搬到回圈裡面 因為它沒有縮排 我習慣是把Vis 到End Vis 做一個縮排 Tab一下 表示說呢 這一段程式會在4回圈裡面做執行 OK 然後呢 我接下來就把這個E 改成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End End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前後加空白 這個都沒有問題啦 OK 好 那這個時候呢 它會怎麼 跑第一個 有沒有 做一樣的事情 把那個第一個網頁抓下來 跑第二個網頁抓下來 可是呢 會有個問題 Distination 有沒有發現呢 這個Distination是你的目標儲存格 那冒號等於前面是引述啦 意思是說 我前面那個引述叫放在哪裡 後面那個引述叫做放 我要告訴他放哪裡 的訊息 所以他放在哪裡呢 放在Range A1 誒 那可是問題第一次放Range A1 那如果你第二次還是放Range A1會怎麼樣呢 他會把它蓋掉 所以問題來了 那我要怎麼樣可以讓他 第一次放在第一列 那第二次以後呢 就放在他最下面一列的下一列 這個當然方法很多 那我就想了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的方法是怎麼樣呢 就是我先開一個新的好了 假設我現在要重新再下載 那我就思考一下 這邊呢 在for回圈的下面這邊 做一個邏輯判斷 我就想說 如果我第一次 第一個網頁下來的時候 它的情況應該是怎麼樣呢 裡面完全是空的 OK 那完全是空的 我怎麼知道完全是空的 那我可以用什麼 其中一個儲存格 最簡單的方法 我想出來的 如果那個Range 的A1儲存格 A1那個儲存格等於什麼 等於沒有東西的話 then 這邊先打else 反之endif 如果呢 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表示什麼呢 目前應該沒有東西 所以我這邊 因為我要用一個變數來取代E 那我這個時候可以用什麼 用一個變數名稱叫R 這個名稱我自己取的 你也可以叫別的沒關係 R指的是列 等於多少 等於E就好了 有沒有 如果完全是空的 那我就把這個R 放在這個E的位置 那反之的話呢 就是說 第一次已經下載了 那這個儲存格裡面 一定會有資料 那如果有資料 我做什麼呢 我就R 等於怎麼樣呢 假設已經有資料了 那我就讓它向下追蹤 從哪個地方向下追蹤呢 一樣 從那個Range A1 讓它向下追蹤 所以從這邊Range A1 有沒有 幫我向下追蹤 有沒有 AND 這個應該前面都講過追蹤的方法 向下追蹤到的列 回報一下 但是你最下面一列 必須它加1 為什麼 因為你下一列 你如果直接這樣子的話 它會蓋掉最後一列 所以把它加1 意思就是說 追蹤到那一列的下一列 就是我要貼下一次下載的位置了 OK 應該可以懂吧 所以這個是 下一次我要下載的位置的列號 應該是在哪一列的邏輯判斷 這個寫法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因為基本上用最簡單的方法 而且應該也看得懂吧 前面我們寫了很多if、else 這種結構 然後4H應該也寫了N個了吧 OK 所以這些都沒有多的 錄製具其實也是錄製過啦 所以這都沒有新的東西 都舊的 只是說你可能自己要在上面加一些註解 我第一個 這個回圈是什麼 然後第二個邏輯判斷是什麼 因為你這邊後面自己在打一些相關的註解 然後3的話這個是錄製的 所以1、2、3 3段 然後呢 這個地方改一下 改成什麼呢 把1、delete掉 空一個AND 空一個R就可以了 這邊基本上喔 不用像上面這樣子喔 為什麼因為它後面沒有東西啊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因為你會發現喔 它的這個字串從這邊到這邊嘛 那它的右邊已經到了沒有東西了 沒有東西你就不用再串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直接串一邊就可以了 那這邊是因為呢 它是放在這一整串有沒有 這一整串的中間啊 所以它左邊跟右邊都有 因為常常有同學問說 老師為什麼上面兩邊都串 下面只串一邊 沒辦法 因為這個1已經是它的最右邊了嘛 右邊有沒有東西 沒有東西了嘛 沒有東西 所以你就直接串一邊 AND 然後R就可以了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了 它就怎麼樣呢 把這個假設它的1 那因為它1的數字過來 遇到AND的符號 自動會把它變成什麼 把它變成這個喔 如果看到這個 它就會自動幫它轉成這個 數字1 看到這個 自動轉成自串1 自串1 一串過來之後 不就是變成這樣子了 把它串過去了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道理 自串的串切 好 再來的話呢 做完之後 再來就是什麼 試試看了 所以大樂透的這個 做完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 再來按F8 這個時候 I等於1 然後呢 再來 A1有沒有東西 沒有 R也等於1 所以我們剛剛創了一個是 I等於1 R等於1 然後1把它放進來 那就是下載第一個 page 到A1的位置 底下的話呢 不過特別注意喔 你在執行這一行的時候 叫什麼 Command Type會出錯 有沒有 所以怎麼辦呢 記得這一行把它刪掉 或者 前面加單引號就可以了 錄製的時候 這一行會出錯 把它mark掉就可以了 把它加一個註解 然後底下 讓它全部跑了 跑到哪一行呢 跑到最後一行這裡有沒有 Refresh的時候呢 它就會從網路上撈下來了 Refresh OK 有沒有看到 下載下來了 那再來就是說呢 我們已經下載這麼多了喔 那第二次會怎麼樣 我們F8 NAS 這個時候呢 I等於2 所以它把2會給它 那A1裡面有沒有東西呢 已經有東西了 所以它會怎麼樣 R這個時候多少呢 R就是32 有沒有 剛好32 就是我們要下載的位置 所以呢 一樣喔 把page2抓下來 然後呢 這邊的話 一樣32 那一樣喔 就是把它再 這些相關參數啦 然後最後下載 有沒有發現32就下來了 其他都一樣 所以喔 我們就讓它執行 所以你會發現 轉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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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 啊底下會一直連線到web 好 全部跑完了 Ctrl向下 1523列的資料 這些呢 這些呢 就是你們在網頁上面看到那50個page的資料 就在瞬間 全部都已經在esale 如果以前你要一個一個複製貼上 可能要貼很久 而且會累 而且可能還會貼錯了 對不對喔 如果用這個方法完全不會錯 而且喔 非常的快速 最後你只要按一個按鈕 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應該可以懂我在說什麼啦 只是說你可能要試著改改看 如果你擔心有錯啦 也許你可以參考一下我們那個 這個程式碼 這個是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我只有改這邊 不過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因為之前是50個page 49現在變成50個page 那這邊是邏輯判斷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喔 所以剛剛講的啦 基本上就是 重點應該是擺在那個 聚集錄製之後的修改部分 我覺得喔 你們 以目前現階段喔 應該要熟練的 還應該是放在 那個錄製聚集之後 的那個修改部分 我可能我蠻建議你可能花一點時間 可以去了解一下 因為如果你這部分的功力可以提升的話 那你工作上很多事情都可以很快可以解決 因為錄製聚集有時候瓶頸是什麼 他不會自動去變動很多東西 那你可以利用修改 其實很快就可以改出你要的一些規則 那很快就可以把你要的東西給做完了 試一下喔